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 4月12号的财源广进 台北股市这两天指数稍微走整理 但是这个整理它没有结束 因为待会我会跟大家去做解说 但是因为台北股市 真的也是涨了一大段 那当然后面整个操作的策略 会不会追高 那后面大概怎么去做 待会我慢慢来做解答 好吧 我们来仔细看 指数这个礼拜台股再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 这两天稍微有停顿一下 可是你会发现到 当它停顿的时候 成就量都没有增加 台股今天目前是跌20点 还没有收盘 但是你会发现 目前只有800多亿 预估到收盘将近差不多多少 大概快1100到1200左右 所以台北股市这样涨的时候有量 那跌的时候它是量缩 那这不是符合整个多头的量价关系吗 而且这种是呈现一个 量缩走整理的话 台股不会量价失控 所以要特别注意台股多头没结束 但是我们今天测标写说 下周加速要走嘎空 当然会怀疑涨这么多了 下周还会涨吗 下礼拜三是台子期的结算 那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说 台股下周会加速走嘎空 这里有几个原因 那相关的一些重点内容 我们今天都放在我们这个LINE里面 的首页 放在LINE里面的首页 甚至于呢 整个台股下个礼拜该怎么走 关盘的指标到底在哪里 甚至于未来后面 轮动的重点在哪里 我在LINE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欢迎你到LINE里面这个首页 你去观看 你去观看 那为什么会快速走嘎空 我先讲一个重点 这也是写在今天那个LINE的首页里面 你来仔细看 台北股市整理之后呢 我说量缩嘛 量缩没有量价失控的问题 那当然台北股市当它一不涨的时候 很多人会怀疑啊 哇这里是不是高点了 是不是已经高点到了 那我觉得台股是不是高点到了 我这要看国际股市啊 你仔细看嘛 最近的美股里面啊 道琼涨多了 他出现走整理 对吧 就是横在这个地方嘛 可是当道琼走整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高科技股这两天屡创新高 昨天的废半呢 盘中还在创新高 可是都没有让你看到什么跌啊 所以呢 以美股的结构里面来看 除非啦 道琼破月线 他会去拖累高科技股之外 否则的话 高科技股还是要创新高 所以呢美股没有走弱啊 那另外一个重点在哪里 今天我们在那个赖的首页 有跟各位讲 下个礼拜的关盘指标啊 如果说以国际股市的 那个架构来看 应该看南韩股市了 为什么那么说 你仔细看 上海股市涨多也是走区间嘛 所以呢 你台北股市走区间 合理啊 不可能说人家在走整理的时候 你拼命往上钩 我觉得这台股的架构不对 因为我们是跟国际股市接轨 但是在国际股市里面 你会发现这个礼拜最强是什么 南韩指数 你知道现在都还在涨喔 好南韩股市呢 我要加一条线 这条是年线 朋友们你先想看啊 到现在为止 台股早就过年线了 中国股市呢 也早就过年线了 更不要说什么 美国股市倒是过年线了 对不对 所以呢目前呢最落后的是南韩股市 那现在南韩股市在拉了嘛 他年线在2234嘛 现在227嘛 差不多10点 当南韩股市呢 这地方开始走补涨 再上年线的话 他会过前高嘛 那南韩股市呢 这地方往上钩 那你当南韩股市往上钩 我问你台北股市下礼拜涨不涨 你告诉我说国际股市现在都还在创新高 你说台北股市高点到了 好那不合理啊 所以呢下个礼拜台股下周会加速去走嘎空 相关的一些关盘的重点跟内容 我都放在这个首页里面 我希望我们的line能够帮助得到你 虽然你不是会员 但我觉得那不重要了 我觉得大家都是赚市场上面的钱嘛 你也不是赚我们的钱 你也不是赚我会员的钱 反正市场上的钱能赚尽量去赚 可是呢当你不是会员的时候 我希望你看line就能够赚得到钱 好为什么 为什么要跟你去做分析呢 我只要让你知道说台股未来的动向之外 我希望你掌握一下 你手上持股的成本问题 不要说每次盘有低点你都不满 然后呢等到真的涨上去了 受不了了拼命去追高点 朋友们到现在为止空单一直在回补 融资最近在增加 可是你看我们的line呢 我是怎么帮你去分配 资金的 你看哦 当大盘或个股往上攻之前 以法人的操作模式 他一定在低档的时候 把他成本尽量降低嘛 他绝对不是说等到涨上来的时候 拼命买 可是产户都这样 把你的成本越电越高 低档都没成本 结果上来的时候成本越电越高 所以每次会造成什么 只要稍微一有震荡你全部赔 所以我们的操作模式是跟着法人的脚步 这地方该怎么做 怎么去把成本压低 举例来说 看我们的line一定赚得到钱 为什么 因为好的股票 我们在line里面都跟各位讲过了 你来仔细看啊 排股有没有高点 看全只股就知道了 3月21号 我跟你说过嘛 一档股票你很熟悉 你不知道他要动嘛 那会员都在低档布局嘛 那时候图形修在这里嘛 修在这个地方嘛 还没有动嘛 对不对 我是不是把你成本压低 你仔细看 他叫洪海 还没有动哦 我说4月会有个长坡段可期 今天4月12号 我说早点进场你可以赚更多 啊是不是这样子 4月1号就涨停板了 你怎么追 你要帮别人抬轿吗 不需要吧 当有低档的时候 我们都跟你讲啊 你先买 要不要你先买 我们会员的洪海 没有超过73块以上 都在低档的时候 建议你先买 买完之后咧 他是不是拉上来了 15% 还有高点吗 我跟各位讲啊 怎么会结束咧 这些都是法人撑盘的要脚啊 所以呢 昨天创新高17% 结束了吗 今天再创新高20% 可是没有 是不是4月份有一个长坡段 洪海要涨停很难 我不是让你转到涨停 我还让你转到坡段 而且这样的操作模式里面 不是只有一档啊 之前第一档跟你讲过的宏达店 有没有 我说在36块附近买进 宏达店这档个股 就算你今天是小资金的 你照样赚 为什么 因为 有低点我跟你讲 加码我跟你讲 这个波段以来 你会发现到 前面就快赚三成了 如果你加码当跟着进去的话 后面也快赚两成了 快赚两成 对 那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给你的操作 全部都是有波段 所以你要掌握这样的一个脉动 你才能够像我跟你说的 不要说每次那个盘 不涨你不会买 涨上来你会开始怀疑 然后呢在往上涨的时候呢 好像是真的哦 又怕追高 再涨的时候受不了了 你拼命往上追 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能够真的赚得到钱 把你的风险压最低 大家都知道不要追高 可是我还是要问你啊 你哪时候做到 把你的成本先压低的 法人都是这样子做啊 你就跟着法人的做法做 不就好了吗 所以呢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我要给你的东西是 稳稳荡荡的获利 而不是说啊 看到涨什么叫你去追 那下个礼拜开始台股的走势呢 因为台子期结算嘛 那外资还有6万多口多单啊 他不可能说让这个盘结束了嘛 国际股市也没结束啊 干嘛结束 所以下个礼拜台股继续走嘎空 但是呢 后面的轮动的方向在哪里 后面到底什么样的个股 它是有机会的 你今天看我们的赖都赚得到钱 那后面我再帮你抓后面的轮动 因为我还让你赚更多 所以相关的内容 我们今天都放在这个赖的首页里面 放在这个赖的首页里面 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你可以得到一个更正确的资讯 你也可以得到未来的走势之外 还有未来的轮动的方向 它应该在哪里 所以呢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想赚钱的时候啊 不要偷懒 我觉得我那个文章 大概两分钟以内你可以看完 好吧 两分钟以内看完 因为从国际股市的结构 到整个台股的筹码面 甚至于台股这波的嘎空 你后面要注意什么 这跟汇率有关 接下来就是什么 整个台股未来 它整个轮动的方向到底在哪里 所以好好利用这个line 来帮你赚到大钱 好不好 那你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欢迎各位 加入我们的估计会员 什么叫估计会员 股票加期货 股票加期货 两样的方式 我来帮你获利加倍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估计会员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礼拜一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